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頻道 很開心今天收到一個邀請 大家都很開心 很期待想果子做嘉賓 如果大家有看鑑魚工作室的話 就是探員X邀請我去 繼續說 很感謝探員X邀請我做這個嘉賓 我今天5點幾已經起來了 哇嚇死我了 因為我不是那些早睡早起的人 原來早上的街道是很繁忙的 我看到周圍有很多車 很多人在上班 我畢竟都用了什麼時間裝身打扮 不是車的啦 一會兒裝都用了 幸好拍攝的場地 距離我住的地方就不是很遠的 我就是問我去到可不可以錄影 但是基於一些私隱理由 其實都不可以的 我絕對尊重的 但可惜就不能分享那一刻給你們了 最興趣的部分 終於可以看到探員X了 那探員X的周圍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就盡量分享我的心情給你們 原來一輛車是不是很難看的 Darling 現在來到了 單位方面託說 盡量一些東西保密 私人 不會透露 也不想透露 所以這裡哪一區我都不說了 我興奮好緊張啊 今天就這麼漂亮 是啊 那說一下今天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一班在加拿大 同性戀者被謀殺的寧夢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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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介紹一下 這個是剛剛新認識的朋友 就是Aris 他也有一個頻道 叫 雙希 大家可以去看 Darling 你覺得探員X是怎樣的 我覺得他很有內效 你感覺到他在全門 但我已經有很多年了 他的用字是很中立 當然我們有很多 但是你感覺到他很有全面的收藥 他對這份工作是很有結識 很驚豔 我覺得 Jermyn你怎麼這麼喜歡他呢 是 我喜歡看探員X的影片 但我認識的就是我們有同一合照 他真的戴著面具 親身就要給觀眾再 期待 希望他有一個結開面具 對 我有機會再在Darling 出現 Yo 離開這附近呢 大家有沒有看我去 慶州那段影片 沒錯了 就是嘉杰 你可不可以送一棟這些給我 我送給你 他說這間店 Faibo好吃的 那我呢 就買了三隻口味 和我做朋友呢 真的很好 我一直都讚自己 我優點質很多 現在又發掘多樣給你們知道 你想怎樣 現在呢 是差不多 下午12點 我就很開心 可以一個人靜靜地 在這裡探查 Gasaltine 其實是領物來的 剛才另外兩個朋友 他們現在都趕著要上班 還有剛才在場的工作人員 他們全部都繼續上班 當然是 當別人要上班的時候 就是我最輕鬆的時候 整天扮成天真浪漫的樣子 其實是一個超黑心的人 Wanjo哥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我都要搖 只不過我今天請了全日假 剛才好好試試探望 那你探望就要吃 說一個話題的時候 說起自己的另一盤 大家都知道 我單身的 為什麼都說完 很壞 她就說 這條問題也不用問Delen 你不是很久沒有拍拖 誰告訴你 原來剛才那兩位朋友 他們才有經營Youtube頻道 他們都很有錢 而且都很年輕 他們都說了幾多歲 但我沒有說 所以我不想透露自己的年齡 我不知道大家沒有滿意 今天我妝容 但我自己就覺得很漂亮 我希望幾年 十年後看回我都會覺得 我當時真的很棒 除了本唱我自己 私底下的今天感想 還有今天這麼有趣 特別的經驗 也想呼籲各位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帶遊 適合自己去看同性戀者 不要出去哄一下 吃完東西了 剛才吃飽飽 大家都上班了 又沒有拖偶了 哇很老婆 拖偶這些千萬 千萬不要報老 其實是80後 是騙你的 我當然不是80後 才是真 這些這麼好的天氣 做什麼好呢 就是花企特眼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繼續看吧 沒有性戀者 沒有女同性戀者 也好 大家都是值得被我們尊重的 Life is wonderful I live as I believe 有很多錢